包括大概一半做大陆的一些比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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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一些学者 還有去香港的一些學者一起到台灣來 舉行大概是三天兩夜的這個會議 其中還有包括一天到了谷坑 有一個地方叫華山 我們還舉行的華山論見那個會議 所以大家有文章 然后在那边开了三天两个月会互相的辩论 当然会有一些意见相同或者是有交锋的部分 然后但是大家都很愉快 而且很充实的结束那个会议 那会议结束之后呢 我们又让每一个作者有大约三个月的时间去修改他的文章 最后又经历了大概是一两个月的这个编辑 编辑真的还蛮累的 特别涉及到两岸餐厅里有很多的用语 有很多的观念的这种沟通跟讨论 所以花了一些时间 最后的成果就是摆在各位的面前这本书 这本书应该是目前为止Wereport出的最后的一本书 原本我们按照惯例 后半部呢会放Wereport去年战术的一些作品 那今年没有放 主要的考虑其实主要就是这个厚度 因为已经很厚 我们出赛下车好像也做不过去 然后因此而且我们Wereport的作品 不管是文字多媒体或视频的这些作品 都已经公开在网络上面 有很多因此也许不需要再把它印出来放在这边 那当然也欢迎各位直接到Wereport的网站 去看我们的其他的这些过去一年的优秀的作品 那这本书看到了大陆的微博QQ 微信就是WeChat 然后香港的包括这个独立媒体 在过去的这个过去十年来 从那个他们基本上23条的这个运动 一直到中间的一些社会运动 再到晚进的这个暂中运动 独立媒体在香港 以及它跟社交媒体 之间的这个互动的关系 再来就是台湾的一些作者 半导人包括新的这个新闻生态 新的新闻生态已经改变了 特别那一篇是这个 袁辉兄所写的那篇 大概是有非常值得看的一篇 然后这一篇这本书呢也收入了 包括这个我们在座子孙孝老师的 谈台湾的独立媒体的这一篇很重要的文章 我大概就没有办法再一一介绍 里头了一些章节 本来今天我们安排了一个暗装 是台大新闻所的张启华教授 要来comment一下这个人数了 因为他有让他先看书中的部分美好 不过他因为今天因此有事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真正的原因 他可能想说不要让那个主编上表台 不过我会必须跟大家讲说 这本书所有的书肉都是主编妖妇的书肉 那个别作者所贡献这些专张 我觉得我在读的过程当中 都是觉得受益很多 非常推荐 虽然看起来有点学术的格式 但是内容我想是非常普遍 是我们现在面对的很迫切的 不管是对于新闻业 以及我们在这个社会当中如何沟通 如何改变我们的社会 以及特别重要的是如何把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好 我觉得这本书会提供可能不是答案 但至少是开始去思考相关问题的线索 如果各位觉得赞同的话 可以赞典这本书 他不是要拍拍手 他一直收四本一千块 这本书所有的销售收入 都是给优质新闻办公司 就是所有的作者也都是民筹 主编当然也是没有稿费的 好 谢谢 所以你少念了一个赞助单位 中华典型 中华典型 还有中华典型 虽然没有代表那些 因为会议确实花了不少钱 因为吃的还蛮好的 然后另外跟大家补充说明一下 就是 今年我开始担任Willy Porter的 这个执行委员会的召集人 今年我们除了原有的这几位执行委员 包括胡温辉老师林立云老师 陈崔孝老师之外 我们另外觉得世代交替的脚步近了 所以我们邀请了一位很年轻的朋友 叫做郑国威 现场应该也有一些朋友认识他 他会担任我们的执行委员的议员 希望让Willy Porter有更多新的ID人 来去做更多的事情 大概就报告到这边 忘了现在真是太久了 谢谢